现在是上午9点 看看这个华中第一层 中国的九省通区 武汉的现状 武汉已经遇到这种 大规模的灾难 不论是灾难性天气 还是灾难性什么 这个全国人民就都很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武汉是九省通区 它不像别的城市 你像广州、深圳、上海 虽然比武汉厉害要大 经济也更强 但是他们那边出的事情的话 对全国人民的影响就比较小 因为他们是处在 我国的比较 边的地方 他们那边出什么事情 主要就是影响当地的人 武汉这么不一样 武汉是中部的第一层 九省通区 九省通区 从武汉去任何一个省 它顶多就隔一个省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中心塑料城市 非常影响大家的出行 武汉一出什么 这种大事情 它铁路一封 大家不说全国人民吧 至少影响一半的全国人民出行 特别是做铁路的 这边没有 没有开始的 用啊 这学校 好像停学了 武汉这些 天下的这个雪 和上次还有些不一样啊 它冻雨好像下的没有那么狠 看一看 比上次还是要强一点 因为气温没有上次那么低 这次要稍微高一点点 没有立马冻住 然后它的下的雪是这种啊 带大家看一看 看见没 雪纸子 这很厚的小冰毛 它有时候下的是那种雪花 有的是下的雪纸子 目前挤在这个地上的 都是这个雪纸子小冰毛那种样子 所以它很 它很 它很闪 不能打雪仗啊 这个 根本就捏不到一起 这边是昨天冻起来的 这个 这个还好啊 这个没有上次那么滑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颗粒它很粗啊 所以彩子就没上次那么滑 还好啊 这个路上都不滑 这边是武汉又新建的一片小区啊 你看 密麻麻 武汉发展的还是非常快啊 从原来的二线城市特大城 十年间就变成了 新一线大城 准一线城市 然后 超大人口啊 因为武汉原来 中性城秀人口只有500到8 到1000万 现在是破1000万的 武汉总人口是 1300多啊 长住人口 然后 然后 主城市人口就破了 1000万 这比有很多城市都很厉害 你像成都的话 它全市主人口大概是2000多万 2000多万 然后它的 嗯 主人口也就1000多万 和武汉差不了多少 是 成都先进城成为超大城市 然后过两年武汉又进城成为超大城市 为什么成都比武汉人多那么多 武汉也就比它晚两年进城为超大城市 因为这一个武汉 它没有下辖的区啊 武汉的区比较集中 没有下辖的那个县啊 它区急得 骑得很集中 大部分区都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城区都是连在一起的 像成都那边的话 它应该是有20多个区啊 区线 就有的地方隔得比较远 并没有人在组成区那边 所以它那边是有至少一半的人 并不在组成区啊 武汉这边只有 两三百万不在组成区 你像武汉一出这种问题的话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武汉的出行问题啊 特别是 外界人就关注武汉的地铁火站 有没有运行啊 地铁也肯定是正常运行的 毕竟它埋在地下根本不受影响 那火站也没运行啊 火站也没运行 我建议大家 直接关注武汉火站 你要做哪个火站 你要去武汉站 你就关注武汉站的 官方公众号啊 或者威武啊 你要去汉个火站 你就关注汉个火站的 你就关注它的 它那个消息是最准的 实时更新的 你看别的都不顶用啊 因为别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拍的视频 我在剪辑在家上传 起码也是几个小时以后了 那到时候这几个小时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说不准嘛 它说不定 前几分钟 现在还在运行 过了半个小时它不运行了 那我拍的时候 我说它在运行 那也不准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官方微博 我只能带大家去看看 武汉现在城区里面的现状 雪积的不是特别厚 还好啊 踩这个雪也不是很滑 然后路上出行的 开车的也确实不多 然后它武汉这边也确实在出雪 看见没 这种小小的 有点觉得不专业 这没办法 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 大家不要懂以自己所处的城市 然后跟别的城市进行比较 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你像北方那边 它肯定有很完善的 除雪系统 除雪设备 北方城市嘛 因为它们每年都要下雪 你跟北方比除雪 武汉肯定比不赢嘛 你让武汉跟沿海的城市 比抗台风 武汉也比不赢啊 你让武汉跟那些地震带的 四川那边的比抗震的 武汉也比不赢啊 这没办法吧 它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武汉这种比较少的情况 你花大量的资金 人力污里 就为了背这几天 花不来嘛 所以武汉越来越来越多的情况 它一般都是 哎 等 等它自然消融 它总会自然消融的 因为它不会像北方那边持续那么久 顶多一个星期 这个情况就可以 有效防茧 又恢复如初了 现在 目前来看 比上一台好 这一次武汉提前做了准备 它把树都 都消了了 看见没 上次压断了一皮 脆弱的已经压完了 压没了 然后武汉又 修建了一下这个枝 这个树都没有 再看到路面上有那一个 掉路的字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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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